我是在那个年代出道的 那我就是享受那一套过世的方法 那我们再去看之前的女团的话 我从来不会觉得她过世 我也不会说新鲜的我不接受 我处在什么年代 我就享受那个年代的速度 从来不想假如这个事情 我不喜欢后悔 不喜欢想以前的事 因为她在你身上 她该发生就是会发生的 所以我不会有侥幸心 你说如果那个时候这样子的话就好了 就是给现在增加烦恼 我当时去参加浪姐的时候 有很多人也给我意见说 你要有个定位 你要有个人设 可是我不是那样 知名度提升就是 有狗仔会拍我散步了 肯定还是有的 我不愿意放弃的这一点的精神 我觉得就是有一颗不愿意输的心 我当时就会发生了一颗不愿意输的心 我当时就会发生了一颗不愿意输的心 我当时就会发生了一颗不愿意输的心